这一只是三毛鸡 我今天来做白切鸡 先洗干净 里里我都洗干净 好了,这边 待日才吃 我做半点就够了 这个鸡也切了 还有呢,鸡的位置 尾部对上这个位置 这里有些好像滋滋 一定要滑出去 因为这些很腥的 轻轻用刀一扣就没有了 汁干净 那些人没有肺 那些就倒掉了 这些就不是肺 这些真的 感觉不太好的东西 这道颈里有多少油 那些呢 倒掉它 半只鸡 放入半只鸡 先把半只鸡 先用少少的盐 先把2個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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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多少少的盐 看有沒有充足的時間 夠時間就醃了 約2個小時 如果是趕著的話 也不要緊 一旦就蒸都可以 用微波露的內高溫子 包住雞 最重要是包到雞皮 裡面是奶油 包著的蒸 煎餅 煎餅 鸡皮 不要封收到太密實 放了雞皮 就得到 放薯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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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 放薯匙 用其他蒸鸡也行 蒸25至30分钟 这只鸡已经完全解冻了 这半只鸡就行了 现在这半只鸡蒸了25分钟 关火之后焗5分钟 再斩 斩鸡前把蒸鸡烧一下 如果家里有熟食蒸鸡 当然最好 猫家里是没有的 烧透 你自己感觉烧干水 然后过一会儿 要观察下的底部 烧成如何 刀也是要烧一下 有些人家平时自己很少斩熟食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这些就是滚水来的 45度左右 冰水也可以的 我切了些葱段 用来点鸡用的 洗干净 这个蒸鸡蛋 这个蒸鸡蛋就是烧没毒的 我把它切开 炸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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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淇淋葱不适宜煮 煮了就不太香 葱里面加点盐 半壳偏黑一点点鸡 继续把它烂入味 姜要煮 最后多些姜 所以少了些 要多些蚝 用这一碟 这些白色鸡的配料 打开来看看 放些少许芝麻油 这些是芝麻油来的 剁一下鸡皮 又香点又亮点 看身不太香素 放下一下蚝 鸡皮 鸡皮 再加上鸡皮 香甜 鸡皮 那些切成熟 鸡皮 咸里面 放鬆做好了